嗨 大家好 我是Niko 我這一次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電子鎖 這是我從來到現在 影片裡面很少有開箱到 家電 還是家...比較... 呃... 特殊一點的東西這樣子 那這一次呢 我們裝的是電子鎖 這一款呢是M1系列的 因為其實我們家裡面有很大很大的困擾 因為我們搬家的時候 搬仙家 門原本他的電子鎖是 建商配置的 他的運轉聲非常的大聲 加上他很久 要轉很久 所以其實我跟我老公真的是完全受不了 而且有時候感應 老實講啦 感應OK啦 但是他就是磁卡感應 跟按密碼 這兩個功能而已 那基本上呢 我跟我先生真的很討厭 就是那種門鎖很大聲 後來他講話說 已開門 已開門 已關門 是不是那種聲音超級大聲 他沒有辦法完全靜音 所以呢 像我們一程的話是有試戶 那有試戶的話 誰出門啊 誰進家門啊 全部通通都知道 所以呢 我們真的是受不了了 所以就打算說 那不然我們就換一個電子鎖 那剛剛好呢 我們也去實體門試看過 我們是先 在用App 先去拍照片 把門的照片就是 全部給App上面的 官方的客服人員去做評估 看這個門能不能裝 那有一些就是 工本的材料費 可能會需要一些門 需要用一些特殊的面板 所以就需要加500塊 或是到1000塊 不等左右 這樣子 那在App上面的話 他就是已經有很清楚的告知我了 所以我確定了之後 原來我們家的門是可以裝的 那我就跟我先生約時間 直接到門市去看實體的機子 到底長得怎麼樣 所以最後我們才選的是M1 因為M1他真的就是 我只能說好美 真的很美 他又搭上我們家這個門的顏色 我只能說 超搭 他最主要呢 好像近期吧 好像在好市多那邊也有 就是在販售電子鎖 他們家這幾款 他有分好幾款 有M1 M2還有其他系列的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這支影片繼續看下去 那剛好如果你們有想要換電子鎖的朋友呢 那也千萬不要錯過這支影片喔 想要跟你們大家說一下就是 我們家的電子鎖啊 真的非常的不好用 因為這是我們家原本就是 剛開始買的時候 他就是已經有附贈 建商就已經有附贈的電子鎖 但是因為他轉的聲音啊 還有速度都非常的慢 我想讓大家聽一下 你們順便可以看一下畫面 他打開的時候 就是這樣 這個電子鎖是比較 算是比較簡單陽春版的 他關上去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到 就是他轉的那個速度非常慢 而且他聲音又很大聲 我可以看著我 他可以看著我 他會看著我 他知道嗎 我可以看著我 來看著我 我可以看著我 這隻手 那樣是 我可以看著我 他會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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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真的超级漂亮而且很实用超级方便 连我老公都说赞 因为我们去实体的店面看过 它这一台有猫眼功能 它就是可以看得到外面的样子 那它下面呢 这个地方就是在挑选主选单的设定那一些 那最主要的话 这个按钮是开关锁 开门跟 就是开门的 那这一个呢 是手动开锁 基本上的话是不太会用到 除非就是可能这台主选停电 那现在这个画面的部分就是 它就是设置摄像头或是回放 它里面是可以放置那个记忆卡在里面 所以呢 你在里面它就可以有一些做记录 但是我们的话是没有放置的 那我先来开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它开锁的那个声音啊非常非常的小声哦 那当然它这个锁 你们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样子 它都做得非常的轻易质 它那个弓是做得特别好 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它外面的地方呢 就是会有这个电子烟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感应门卡的 它这个是电铃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把它压下去之后 会打开 把它打开那个盖子 它这个就是可以让你手动开锁 就是两副钥匙啊 对 那它这边也是可以 如果你的电子锁 如果整个完全没电的时候 你可以用那个行动电源去让它充电 即时开锁这样子 那我现在来测试哦 那我首先我现在要来测试的是 用脸部解锁 那走过去的时候呢 它就会讲说 请宿式摄像头 它就这样就开门了 非常快 真的不需要到很长的秒数哦 再测试给你们大家一次看看 完整版 我现在要进入家门 开门了 有没有很快呢 真的非常的快速 当然哦 还有第二个就是 它的指纹 指纹画是在这个后面的地方 所以呢 手是要这样子伸进去的 那我会测试给你们大家看一下哦 而且我不得不说 我们家的门啊 因为说原本的那个 门 对 我们原本的门 门锁是这样的电子锁 但是后来就是换成这种的 那给你们看一下 我用手指头感应的方式 让你们看一下是怎么样感应的 好 来 还有最主要就是 只要有人经过 然后它就会 显示 对不起 因为它已经感应到我的脸了 就是 它会有一个声音 它会说 请注释摄像头 所以呢 你的脸 不需要往下滴下来 那我现在呢 要演示一下就是 我确实是没有滴下头 去看摄像头 那我现在呢 走过去 基本上这样开门 大概不用到一秒钟吧 我觉得 它就是眼睛这样的姿势 也不需要刻意这样 挽下来 都不用 你就是 这样正常的面对摄像头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非常简约极美 而且它的那个开关锁呢 声音呢 也非常的短 它也不会有很大的 那种齿轮的卷动的声音很大声 我们以前家里旧的 用的就是非常大声的那一种 你们看呢 其实真的 它这个质感真的超好的 而且刚好这个颜色 很搭配我们家的门 那我们这样的就是这样 你看你知道一有人靠近 他就会说 请注释摄像头 那我们注释摄像头 开门 就是整个非常非常的简单 脸部是B1 还有指纹 还有门卡 那就是有三种 还有它们有专属的手环 你可以给小朋友带 如果小朋友回家的话 它也只是可以感应 就可以进家门了 那其实总结呢 我把重点整理一下 第一个 它很小声 真的是很小声 虽然是没有办法说到完全 人静音 就是无声 当然多少还是有一些运转声 但是它运转声至少它已经 是符合我们两个夫妻的需求了 所以我真的是完全只能给它说一百分 如果它可以再更好的话 但是人嘛 人就是总是会想要要求更好再更好 那第二个呢 它有脸部解锁功能 它不需要你低头 还是说还要这样弯下来看一下镜头 啊 有没有对到 没有 你就是这样子正常站着 就可以辨识到你的脸 那 第二个的话就是 指纹 那指纹的部分呢 请你们大家放心 这些刚开始的设定呢 安装人员全部通通都会把你交到一次完成 所以你不要担心害怕说 啊到最后要输入怎么样很麻烦 不会设定 那基本上它有给一个说明书里面也讲得很详细 那指纹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尽量是用中指 不要试这个这一只指头的食指吧 因为食指是经常在工作会用到的指头 那也很容易就是因为被指割伤啊 还是可能怎么样 有一点点小小破皮 这样的指纹就没有办法做使用了 你就必须要换另外一只指头 那要不然就是可以 就是一个人多输入 可能两三只手指头去做设定 尺卡是一定是必须的嘛 那尺卡的部分它就是有附两张 那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 是不是都不带尺卡出去的 就是有脸 可能脸部扫描辨识 还有指纹辨识 所以我就是很想要 趕快分享给你们大家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 还是你们对我现在装的这个 M1的电子所有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 那我看到的话我会马上 尽快的回复你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开箱 也是我首次挑战吧 对 那我也是分享给你们大家 实际使用的感受 因为我老实说我先生非常满意 很难得他是一个非常挑剔 挑动挑戏的人 但是他对这个店子说 他真的非常满意 所以我就觉得 买对东西了 就是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可以赶快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记订阅加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喔 这样才可以追踪到 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好吗? 那我们下次见喔 虽然不知道下一次会开箱什么 那就拭目以待啰 下次见 拜拜 拜拜